你千萬不要以為這一款髮型看起來很簡單 你就大意了 如果你沒有掌控好以下的這些重點 你相信我這個髮型絕對不簡單 哈囉大家好 這裡是科學減髮實驗室 我是魏梓淵 我想最近大家應該都要看這一款髮型吧 除了不是看髮型那就是看劇囉 就是這一個黑暗榮耀 那最近剛上的第二季 收視率Netflix超級高 我當然也看啦 就是裡面在講的是校園暴力的復仇嘛 裡面宋慧喬所主演的文童根呢 他的這一款一刀切的髮型 我想大家應該都有看到 討論度也非常高 那我們今天呢其實有很多同學都會說 其實他看起來很簡單 其實細節滿滿 你千萬不要認為他看起來很簡單 你就亂剪 他從剪裁的細緻度 到怎麼去設定他的斜度 到瀏海的設定 再到最後的造型 我跟你講造型真的超重要 為什麼有人剪完一刀切超好看的 但有些人剪完真的是像香菇一樣的醜 那我們就一個一個來講解 那我們先來看分解圖哦 好的 相信大家已經看到了 這邊已經有這個分解圖了 那這邊呢 我要特別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是一個零層次的髮型 也就是我們會在這個地方呢 基本上他是一個沒有層次的 那如果有層次 這個地方應該會有斷差 這才是有層次的 那我們這個髮型是沒有層次的 也就是沒有斷差 那這邊我要特別講一下 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我這邊的分線是水平分線 也就是平行地面的一個分線 那我這邊特別畫了三個不同的斜度 那我們看到黑暗榮耀裡面的 宋威橋主演的文童羹 他所剪出來的是這一個哦 是平的不是斜的哦 有幾張圖片 這邊我可以旁邊放一下 就是有幾張圖片 他的頭在抬起來的時候 他竟然會有一點點前短後長 那就是代表他是平的 那當平的抬頭 他就是前短後長了 那他如果抬頭的話 他的高度其實是蠻高的 這邊要大家留意一下 所以斜度的設定就很重要 第一個斜度 這個斜度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你斜度如果沒有拿捏好 你剪完就可能會太老氣 或者是臉部的缺點會被凸顯出來 基本上各位有注意到 我們在設定的時候已經是在下巴以下 所以這個我們在開引導線的時候 就要先想好 你不能等到最後才發現說 其實短掉或是留太長 你後面在修的時候 其實都很麻煩哦 第二個重點呢 就是我們耳朵下來的這個地方 那各位可以看我這邊 很多人在剪這個一刀切的時候 後面的斜度跟前面的斜度 這個地方會有斷差 所以剪完的時候 就會有那種缺一個洞的問題 因為後面的髮際線比較低 前面的髮際線比較高 所以在這個斷差裡面 你要特別留意這邊的斷差有沒有拿捏好 我們等一下會講到 那第三個重點就是瀏海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其實我們在剪這個 宋慧喬這款髮型的時候 其實它是有一點點瀏海的 但它的瀏海不是像 我們正規的分這麼寬 沒有它是一點點而已 一點點而已 那我們可以透過這邊的小瀏海 拿到對角的地方去做剪裁 然後另外一側再拿到另外一邊的對角 超過假設這是鼻子 超過鼻子去剪對角的位置 因為這樣剪完的時候 你從這邊拉過來剪 從這邊拉過來剪 剪完之後它就是一點點瀏海 然後撥到前面之後 它就會有一點點層次的效果 那接下來一個小重點就是 盡可能因為它是一個 一刀切的髮型 表面的這個頭頂一定要是自然垂落 不然你剪完它會有斷層的問題 好不好 那我們已經看到分解圖了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操作畫面 有沒有什麼需要注意的地方 首先呢 我們可以使用Rica的火山水 這是來自意大利愛特納火山的火山水 那接著呢 我們就可以透過頭髮的中線 然後一直到後面呢 我們可以分出一個 與地平面平行的水平分線 接著呢 我們就可以透過剪髮書 找到自然垂落 然後我們從中間開始開我們的引導線 大家要記得這個時候盡可能不要用手去拉你的頭髮 我們完全的自然垂落 我們從中間開始開引導線 那這個時候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點就是 你在剪髮的時候盡可能要一直不斷的移動你的站位 因為你如果沒有移動你的站位 你會越剪越長 第一區剪髮完之後呢 我們可以透過耳後的位置 找到自然垂落的位置 來觀察這一個分區是否為對稱的分區 那接著呢 我們就可以開始使用我們的U型分區 那U型分區在做分區的時候 它其實一樣是與地平面平行的 那接著我們就可以透過分線 以及我們底部的引導 就第一區的引導來找到我們的剪髮線的位置 那我們就可以透過一直不斷的移動你的站位 大家記得這邊這一區 也就是耳朵這一區非常的重要 盡可能一定要從後面順著往前剪 那你要觀察後面的斜度 然後慢慢的順著剪過來 因為有的時候如果你剪得太平 這個時候很容易會彈上去 但是你可以慢慢修 因為這個地方如果你沒有一直不斷移動你的站位的話 你沒有辦法觀察這個斜度是否為 我們所想要的方形架構 這個很重要哦 剪完之後呢 我們可以透過視覺來去看看 觀察一下這一個剪切口 是不是我們所想要的 那用眼睛觀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哦 接著呢 我們就剪我們的最後一區 那最後區有兩個很重要的重點 第一個重點就是 你一定要找到自然垂落的位置 因為這樣子剪出來的頭髮 它才不會有斷擦感 那在剪最後一區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建議就是 你可以透過點剪的方法 那我們在透過點剪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可以預留多0.5到1公分的長度 因為其實這個我們在最後修 其實是非常好修的 但因為最表面這一區 你很難拿捏吹乾之後 它所在的位置 如果 而且如果你要剪出的是一個非常自然的效果的話 點剪在表面那一層其實蠻重要的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我們在剪耳側的這一區的時候 我們是向外延伸 因為頭髮在自然垂落的時候 很少會貼在臉的旁邊 所以我們會模擬出頭髮正常掉落的位置 所以我們會向外延伸 產生出一個平行面的一個視覺效果 整個剪完之後呢 我們可以透過點剪 來把底部髮流比較不順的位置 做一下細修的動作 接著呢 我們可以透過三角分區 來找到瀏海的位置 那這個瀏海呢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其實它不大 因為我們是偷偷的分了薄薄的一層 讓我們的瀏海 感覺可以幫助我們 將我們的包伯的前面 稍微有一點層次感 那這樣層次感可以有助於 讓這款包伯沒有那麼的厚重感覺 而是比較輕盈的效果 那接著呢 我們可以透過三角分區的一半 然後把它找到對角的位置 而這個對角的位置呢 我們可以偷偷的把它給去角 那這個去角呢 可以幫助我們增加層次感之外呢 因為它的角度落差非常的大 因為它已經到對角的位置 所以在我們的底線的位置 它就可以有所做保留 它就可以產生出一個有層次感 但它卻不會讓我們的外線 被破壞到的一個風險 大家可以用這個方法來試試看喔 這樣都可以創造出一個 非常柔和的瀏海效果 接著呢我們可以使用 Rica的保濕質量霜 那這個目的非常簡單 它就是可以讓我們這一款 零層次的包伯 具有更好的保濕跟質量的效果 那我們可以幫助我們在 不管是設計師 或者是消費者在吹風的時候 它可以有更止順的效果 大家也都知道就是 我們在吹短髮包伯的時候 難免會外翹 但是如果說你有保濕質量霜 它在做吹風的時候 它可以有輔助打底的效果 接著呢我們可以透過吹風機 或者是酒排梳 針對周圍的部分 進行做壓貼的動作 大家注意這款包伯的關鍵 就是你的周圍有沒有吹順 如果你沒有吹順 你就會像 三角玉飯糰一樣 底部很膨 頂部卻膨不起來 所以底部你一定要先處理 你要跟消費者講回去的時候 周圍的頭髮 就是除了U型分區以下的頭髮 一定要把它剝順 那U型分區你當然可以像我這樣子 把它剝鬆 因為剝鬆可以讓頂部的自然效果更好 它不會有那種服貼的效果 那這款包伯的造型才會是成功的 那整個吹風完之後 我們可以透過請客人低頭 把底線再稍微修乾淨 因為難免以後客人出門的時候 會有可能會抬頭 可能會低頭 可能會歪頭 但這個時候如果你沒有把它修乾淨的話 客人就好像缺了一個角 或是多了一塊 就真的沒有那麼好看 這個細節一定要掌控好 那除了我們在修後部的底線之外 其實我們的側部底線也可以請客人稍微低頭 我們可以透過點檢的方法 把底線給修乾淨 那我們在剪這個地方的時候 我會建議你拿比較薄的剪刀 然後甚至比較短的剪刀 也會比較好做使用 比較不會好像容易卡到一樣 那我們除了修側部的底線之外 我們的側部的內部的外線也變得非常重要 所以我們會請客人側著低頭 然後剪法書放進去 然後針對裡面的線也要把它修乾淨 就像我剛剛說的 難免客人有的時候會側著 當然它如果裡面的線是歪七扭八的 他就會覺得你這個髮型師剪得很糟糕 所以這些細節也希望大家能夠掌控好 除了細節修飾之外 我們也可以針對髮尾的部分 透過平行點檢進行做調量 那這個平行點檢最主要的目的是 能夠讓我們的髮尾的地方 稍微收進去一些些 比較不會那麼膨 那除了我們在周圍做平行點檢之外 瀏海的部分它畢竟是有一些層次的 所以在這個地方其實我們也可以 我們怎麼剪 我們就可以往另外一個方向拉 然後透過平行點檢的方法 讓頭髮產生出一個比較柔和的律動感 那這個平行點檢最主要的目的是 讓我們的瀏海的層次感能夠更為自然 比較不會那麼硬的感覺 因為畢竟整個頭都是沒有層次的 只有瀏海是有層次的 那最後我們可以使用我們的仙人掌油 然後可以增加我們的保濕感 以及線條感 那大家要記得我們在最後使用的時候 盡可能不要讓仙人掌油直接塗抹在頭皮 我們盡可能要是髮中到髮紋的位置 然後慢慢帶 然後讓這個頭髮的線條感更為自然 不會讓我們剛剛吹好的頂部的鬆度 可是又卻被壓貼了 好的 那這就是我們這一集的節目啦 你會看到非常乾淨的一款零層次 一刀切的髮型 比較特別的是在瀏海這個地方 我們稍微去角 所以它就會有這樣的一個效果 比較柔和 不然的話其實有的時候這邊這個角 不是每個人都很喜歡 我們可以透過些微的瀏海去創造出 像這樣一點點的層次效果 大家如果有看宋慧喬這款髮型的話 應該會知道它這邊是非常柔和的 不是像一般的一刀切這個直角 非常的銳利 那各位也可以看到這個耳朵 這個地方的過度也非常的自然 所以你會發現到當我頭在側的時候 其實基本上裡面的線都會相對來說 是比較乾淨的 那這就是我們這一集的節目啦 有任何問題我們就可以在下面留言 那如果你有看黑暗龍耀 那你也可以下面留言你看的心得是什麼 好不好 那這裡是科學減法實驗室 我是魏子淵 我們就下期見囉 拜拜